古无大德有数 极乐世界的殊胜 就殊胜在凡胜统俱途 根方便犹豫途 射胞途是明清尽性 所感到的 射方诸佛的叉胞途 射胞途大致都是相同的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是跟西方世界比还是有差别 命运在哪里 弥陀因地地运 比一切祝福来得周云 来得圆满 不什么有原因呢 有原因点 我们想发愈 如果你没有念过无量寿经 没有读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你自己去想 我要发个什么月 你写四十八条 跟阿弥陀佛经上四十八条 对一对一不一样 就明白了吗 许许多多事情 我们没想到 弥陀在因地上 全都想到了 第一月 他成佛之后 他的世界里都没有三恶道 没有恶鬼 没有畜生 没有地狱 没有修罗也没有罗刹 这是很难想到的 是方世界都有吧 为什么没有呢 所以很多很多菩萨 在因地当中 没想到这个问题 他突然想到 他这个同居图里头 不要这些人 这个可以说是 他的心思周密 在做比丘的时候 烦恼吸气没断了 做菩萨的时候 无名为婆 他思虑周到 所以 他的愿心愿满 到做佛的时候 度化众生起作用了 他的神通 道理 智慧 就别别其他的祝福如来 要超神了 所以经常讲的这两句话 要记住 自在所做 不为余计 他没有去想 怎样这样做 没有去想 我应该这样做 没有 那就起心动念 其心动念 就迷了 就错了 一切音信 是随众生心 音速之量 像楞严经上 说说的 众生想怎样 他自然就变现这样 他自然就变现这样 感谢观看